桃園市議員劉盛全質詢陶傑公司與蔡阿嘎互惠合作案 陶傑讓指定網紅免付百萬場地費 還聲稱有1500萬的廣告效益 說是合作互惠讓議員痛批 既然這樣其他局處的大型合作為何還要招標 如果這個叫做合作互惠方案 那其他水務局你的污水處理廠也叫合作互惠方案 就不用發包啊 就不用發包啦 你認為要誰做就誰做啦 所以我一直強調回歸迎應面 結果他不來議場 他跑到臉書去貼文去衝分享去衝案戰術 你想這樣感到 市長這樣感到 私底下你一定要跟他講 這個我看多了 事情發生就拉到臉書 然後訴諸於我們的網路逃避議會監督 然後把鄭文燦拉進來 然後把陶傑的團隊拉進來 大家一起陪葬 然後確保他的官位 這種做法很粗糙 議員指出昨天晚上就請董事長要來議會備詢 但劉坤毅不僅缺席 還在臉書發文說真相只有一個 不僅違反採購法還藐視議會 再次引爆議員怒火 要求董事長道歉 劉坤毅藐視桃園市議會 他說桃園市議員的詮釋誤解了民眾 但是真相只有一個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那劉坤毅便宜於刑事 違反採購法 所以希望我們桃園公司 能夠回歸營運面 而且桃園公司在年底 我們馬上看得出來 他的虧損一定會超過1億 希望桃園公司能夠好好加油 議員表示沒有針對蔡牙嘎 而是質疑桃園公司便宜行事 不依規定辦理 同時也強調董事長應該要回歸議會 回歸營運面看待 年底估計桃園恐會虧損上議 我強烈要求他一定要到議會道歉 因為回歸議會 議會是一個民主聖堂 我覺得什麼事 在議會都能夠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他應該面對議員的監督 不應該逃避議員的監督 就算是付費方案 也有一個評比的機制 不應當是有指定的機制 就算要指定到底是總經理指定 還是董事長指定 劉坤毅已經做大自己 他把桃園公司搞成董事長制 他把桃園公司當成大清帝國 他把自己當皇帝 劉政權認為即使互惠合作 也要有評比機制 不可能是指定特定人士合作 指援劉坤毅作答自己 還向鄭文燦喊話要顧好自己的團隊 否則後院著火團隊自爆 很有可能會燒到自己 記者賴維一桃園報導